6月4日到7日 由国际肝脏移植协会 欧洲肝脏移植协会 和欧洲肝病重症监护组 共同组织的国际移植大会 在伦敦的伊利沙白二选会议中心召开 超过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 麻醉师护士和器官采购人员到会 会议期间 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面 向与会代表揭露 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 反强摘征签 并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浙江省 反协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 发出的WIPFG追查通告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坚决反对中共反人类罪行 约300位代表 在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字 霍华德·保罗曼苏尔 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某医院 甘病部主治医师 他表示强摘器官反人类 违反人权 大家必须共同努力去停止 巴西的肝脏移植外科医生 伊尔卡·弗尹女士说 印度外科医生鲁奇·沙米女士 表示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共罪行 进而共同制止他 新唐人记者冠奇 英国伦敦报导 他也计判他的阻力 也计算是一些 文字幕提供 警方采取的 文字幕提供